今天要把記者請在一個中立的教室 那如果今天是打不起來問兩個問題 這個答詞就是你如何一組點 就是說你是中立的 那如果你發現了你覺得你自己是有點騙虎 如果你要怎麼說 謝謝 其實你講說記者完全 那個中立要怎麼講 那個中立 中立其實最好的中立就是 你六百次然後讓他講三百次讓他講三百次 你完全不判斷叫中立 可是我覺得記者在一個世界裡面 他一定有他的觀察 所以其實中立的背後其實就是你自己的觀察 所以你要為你寫東西負責 但你要隨時的檢視自己 你是不是站在比較中立裡面 我講的中立不是說各大五十大百 不是這樣 就是說你有觀察 那我剛好特別講說 其實你觀察後之後 他該打他該打八十百 你就打他八十百 你該打二十百 你就打他二十百 所以那中立的中立的一把尺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寫的東西你認為中立 中立是判斷 就像平等不是假平等 是真平等 不是你出生的平等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那個中立的前提是你自己的判斷 你寫出來的東西其實也要被解釋 其實很多人罵我 你怎麼都比較為誰 你都比較為誰 那其實你看到這個 當然有時候心裡會不開心 可是有時候你真的 我剛才講說記者要常常反省 常常反省自己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真的 就像有一次我跟那個中立處科長 在滴滴上 他就跟我說 他叫我名字 他跟我很久 他說 我從沒有看你寫我好的 你明天一定要寫我好的 我猜到你進去 我說還有這樣嗎 那我就會回來檢討我自己 那我是不是常常說他不好 即使他常常不好 他有沒有一點點好的可以講這樣子 所以那個中立的背後 我覺得自己就是要對你的中立負責 有人會檢視你 特別是網站 哇那個留言起來就是 完全都完全沒有給你好臉色 我基本上不會去判那種 就是罵我的留言 我覺得人家罵裡面要公平讓別人看到 就像那個 大家有看到產業會議那部片子嗎 就是有人罵說 我要讓你排玩22K那個嗎 15K 那影片大家有看到嗎 那影片是我拍的 對 那後來有人就去對照說 為什麼我拍的內容跟那個蔡志豪 講到有出路嗎 那我後來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 那麼出路很嚴重 大家會覺得很嚴重對不對 好像為什麼他說那樣說 那我就上去留一段點 我說 因為我在現場我知道 我說如果我跟你吵架長了半小時 那你事後可以自一句的記得 我跟你吵什麼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上去幫蔡志豪講了一段話 就哇又更多人上來K我 然後留言流了一百多封 就是哇你怎麼可以 因為蔡志豪是你的朋友啊 所以你幫他講話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就是說你的觀點要被檢視啊 就是尤其是網路 你寫個什麼 哇那個 那很 後來我就 我總是人嘛 也是有點火大 後來我就把那個留言感成就是 你要有Gmail才能留言 就表示你要有名字啦 你就要匿名 就有人樓上樓下吵架 樓上的你有種就報名啊 然後他就想說 我就沒種怎樣 這樣再吵下去了 也不是辦法對不對 就把他改說 要罵人的請留大女 不要在那邊匿名罵人啊 不要在那邊匿名罵人啊 來我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好 快一點 快一點